欢迎各位观众和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 让我们一同回顾今天的重要新闻 首先,在娱乐界,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在网络社区引发了热议 演员肖战和女歌手Lisa来自BlackPink组合荣幸地被列入亚洲最美的面孔名单 他们独特的光芒和出众的颜值引发了社会的不断讨论和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电视领域的一则消息 电视节目《中国好声音》已被临时暂停播出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对此决定原因以及该节目未来的诸多疑问 此外,网络社区中展现了一份亲切温暖的情感 女演员杨子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祝福刘诗诗连续九年生日的帖子 其中寄予,所有的愿望都平安,所有的梦想都实现 这体现了娱乐产业中艺术家之间的情感和互助精神 感谢各位观众和朋友们与我们共同度过今天的晚间新闻时光 请继续关注,获取来自娱乐界和社会的最新信息 肖战和Lisa Blackpink成员荣幸地被确定为根据TCCH的微博页面的投票选出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最美丽的面孔 这一任可为这两位艺术家的努力和才华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11月9日,TCCH的官方微博页面公布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前100位最美丽的面孔名单 值得注意的是男女榜单的前两名分别属于肖战和Lisa 这一消息在社交媒体和粉丝社区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肖战和Lisa都经历了充满挑战和不懈努力的艺术之旅 以获得观众的认可和成功 除了出色的艺术才华外 她们美丽的面容和显著的吸引力也为她们的事业晋升和受人瞩目的形象 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粉丝的热爱 特别之处在于,这两位艺术家都因其没有死角的美丽而受到赞扬 这意味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们的面容都非常完美和吸引人 这表明她们的美丽不仅仅源于一个特定的角度或方面,而是多种因素的完美结合 对于Lisa来说,作为Blackpink团队中的杰出成员,她的美丽带有独特的国际特色 融合了西方和亚洲的迷人特点,她的面容呈现出精致的和谐 大而圆的眼睛,高挺的鼻子和灿烂的微笑使她成为时尚偶像,并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灵感 然而,Lisa不仅仅是一位在艺术领域出色的才女,还是音乐和时尚的象征 吸引了年轻人的关注,激励着他们追求自己的热情 与此同时,肖战也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凭借英俊的外貌和独特的风格,她在电影和音乐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她从男性美中散发出的自信和魅力,吸引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数百万粉丝 所有这些成功和认可都证明了美丽不仅仅是外表,还涉及自信,风格和每个个体的独特性 肖战和Lisa已经成为美丽概念中多样性和个人化的典范,这将继续激励未来的一代 肖战和Lisa的美丽不仅仅停留在外表上,还表现在他们与粉丝的情感表达和互动方式 他们在荧幕上的出现不仅仅是展示才华,还是传递自信,积极和自我爱的方式 Lisa以她独特的国际美丽成为了时尚偶像 她个性十足的着装风格,前卫的时尚尝试对时尚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她将不同的服饰和配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创意和个性,同时尊重多样化和无限制的美 而肖战不仅仅是一张美丽的脸,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她通过在热门影片中扮演多种角色,展现了多样化的表演能力 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表现使她在中国娱乐行业中取得了显著地位 TCC Asia的选择显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文化和审美的重要方面 这为美丽的概念带来了新的风貌,确认美丽没有唯一的标准,而是多样的 并反映了每个人和文化的独特性 肖战和Lisa的美丽的名声和高度评价也让她们肩负起维护形象和继续发展事业的责任和压力 她们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灵感之源,鼓励她们勇敢走向光明,自信地追求自己的激情 总之,肖战和Lisa被认为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最美丽的面孔 这不仅仅是对外表美丽的认可,还是才华,个人风格和在社区中创造积极影响能力的展示 根据浙江卫视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鉴于对观众和网友反映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存在的问题正在进行调查 该节目已经被暂停播出 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与此同时,《好声音》的母公司星空华文前身未灿新文化也因此陷入了风波之中 自从8月17日有关节目内部录音内容曝光以来,星空华文的市值急剧下滑 股价更是出现了大幅的波动,单日跌幅一度超过了31% 而在8月25日,星空华文虽然高开,但随后又经历了一轮震荡下跌 目前的跌幅已超过8% 在此之前,一段名为李文控诉好声音的音频引发了热议 8月20日晚,浙江广电集团发布了一份声明 向《中国好声音》的观众和网友表示 他们正对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和核实 并且欢迎广大观众和网友的监督和参与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也让人们开始思考娱乐产业内部可能存在的问题 包括节目制作的透明度 评审流程的公正性以及参赛选手的权益保障等等 整个事件也反映出在数字时代 舆论和社交媒体的力量愈发强大 一段小小的音频甚至可以引发对一家公司 一个节目乃至整个行业的影响 随着调查的深入进行 人们对于中国好声音以及星空华文未来的走向产生了诸多猜测 然而 目前尚无法确定事件的最终结果如何 只能等待调查结果的公布以及相关方的进一步表态 在中国娱乐圈中 唐嫣和刘亦菲都是备受关注和喜爱的女演员 她们不仅以出色的演技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还因为她们之间深厚的友情而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 尤其是在刘亦菲的生日 唐嫣连续九年发文为她庆生 这种真挚的友情令人感动 唐嫣和刘亦菲最早是因为合作而结实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们的友情逐渐升华 唐嫣连续九年为刘亦菲庆生的举动 不仅体现了她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更展示出了一个珍贵的友情范例 这种长久的支持和陪伴在娱乐圈并不常见 因此备受粉丝和媒体关注 每年刘亦菲的生日 唐嫣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温馨的祝福文 表达对刘亦菲的祝福和关爱 这种细致入微的举动 让人们看到了她们之间坚实的友情基础 无论是事业上的成就还是生活中的困难 她们彼此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对方 这样的友情充满了正能量 不仅给她们自己带来了快乐和温暖 也启发着更多人珍惜身边的友情 在娱乐圈竞争激烈 人际关系复杂的情况下 唐嫣和刘亦菲的友情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唐嫣连续九年发文为刘亦菲庆生的事迹 也激励着粉丝们在日常生活中 传递友情和正能量 她们的故事告诉人们 真挚的友情是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 无论前方的道路如何崎岖 只要彼此相互支持 就能走得更远 总之 唐嫣连续九年为刘亦菲庆生的举动 不仅是两位女演员之间身后友情的见证 也是娱乐圈中温暖人心的佳话 希望她们的友情能够长存下去 继续为人们带来正能量和感动